防曬油对身体的害处 那个是厂商为了要赚取利益 所以说发明太阳眼镜 发明防晒油 防晒油经过太阳光的紫外线 跟红外线照之后 因为化学的成分产生效应而得皮肤癌 不是说太阳照的皮肤会得皮肤癌 非洲人民没有得皮肤癌的 刚刚老师讲了 建筑功能挑钻上去的 做一天没有得皮肤癌的 是你擦了防晒油才得皮肤癌 有本书叫做印度的阿育肺头医疗的书 叫做安德瑞莫瑞之血的太阳疗愈能力 请你们去看 你们有他的答案 你们想要的答案在里面 去买那本书 我会告诉你说 真的 我昨天不是讲了吗 我日本老师 他53岁进入联人国 社会卫生组织 64岁退出联人国社会卫生组织 他原本要到玛雅去学自然医学 跟女巫学一天两天 就不想学了 要到别的地方去 到印度到中国 但是竟然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医疗方式 下载掉了 下载掉了 他说我婴儿在这边 能去学四个月 到别的地方学学又回到那边去学 他们那边人 穿一招 围着围裙而已 更更 每天这样去晒太阳 没有皮肤矮 她们有没有太阳眼镜 没有 你只是说照太阳会得太 皮肤矮 这里论一句 你拿出来给我看 我打给你个皮肤 你拿給我看 會不會是因為臭氧層破了 常常不會啦 你們忘記這件事情了 陽光有三個指外線 三個遠光線 三個遠光線跟兩個指外線對生理 會幫助你的內臟的酵素轉換 只有好沒有壞 另外一個指外線對生理不好 你更應該給它照射 因為你給它照射以後 你的中國體都產生大量的推移出去保護你 生理本來就有一個機制保護你 最不好的它還可以保護你 接下去那個推移產生以後 晚上你就好睡覺 把你百分所有的做完全的修復 怎麼會是壞的呢 那根本是 話跟你講啦 這些西衣這些政府衛生所 早就應該槍斃掉了 沒有存在的價值 然後你胡亂燒掉 我還認為 還浪費那些汽油去把它燒掉 真的是我覺得 最好是把它丟到大海裡面去 把台灣衛生水就要大海裡面對台灣 但是 對海裡面的魚 是一個 它會跟你抗議 你們污染我的海 你們污染我的海 因為他們的食材太臭了 整個台灣 現在必須要做一個事情說人民必須要怎樣 自己要怎樣 站起來要自全 好 看這裡 再去坐飛機 去坐飛機 好 這樣 慢慢的 腳要抬高一點 腳要抬高一點 因為昨天你們腳都沒有抬高 對呀 這部回去我要了 十一 腳再高一點 對 很好 握到 我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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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